我承认我丑 可是我真的觉得自拍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啊 而且现在拍照和批图的方式千变万化 我这个空烧老人根本就跟不上世界的节奏了呀 那么拍照的方式都有哪些演变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当我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会有人对照相这件事情感兴趣的 至少我是这样啊 那从五岁到四八岁的照片 全部都是我家老海儿苹果拍的 来来来站好了啊 就这个姿势哦 可精神了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长给孩子拍照 特别追求精神这件事情 这么精神干嘛 难道我把我培养成神奇手吗 我们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我们会懵懵懂懂的悲气偶像包袱 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和发型 这时候别人给我们拍照的时候 我们会很不好意思 所以在这个节奏 别人给我们拍照的时候 总有一种浓浓的丧逼感 来给爷爷笑一个 哎干嘛又拍我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却中意另外一种拍照方式 这个方式非常的受大家写 这个方式就是大头贴啦 一到周末拍两张 逢年过节拍两张 考完试了拍两张 考试没过拍两张 这个是开玩笑 这个时候呢 大家基本都长大了 有自己的穿衣和打扮的风格 那照相的风格也一样了 哎大哥买新手机啦 拍两张照片呗 好啊没问题来吧 姿势来准备三二一 但是所有的小二聊子 在一个特点的时候 会被打回真面目 哎照相了啊 如果你对人生有一定体会 你会发现 很多事情根本由不得你 完全做好准备再去做 就好比拍正见照这种事情 哎头稍微低一点 哎对好微调 右边肩膀高一点 哎好好好 哎你这个衣服颜色不行 卖这个毯子踢成了 哎师傅能不能下次拍啊 我这个衣服太难看了 哎呀下次约也行 那就七个月之后吧 七个月之后再来 回去吧回去吧 七个月之后啊 好吧就现在拍吧 就现在拍吧 什么啊 三二一 看镜头 拍照 OK 最后一点就是女生真的很爱拍照 不管是买了新包包 新的鞋子还是新的口红 还是出门逛街 逛超市 甚至是逛海市市场 他们都会拍照 Let me take a selfie 其实不管你怎么拍照 在哪拍照 甚至用什么姿势拍照 只要用拍照 就像单反的荣耀酒 人像模式家暗光夜拍 不管是白天黑夜 都能让你美得有声有色 美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